在討論今天會議的人士編制建議之前 我想請委員考慮陳偉業議員 如期參加小組委員會的申請 陳議員在6月9日提交的申請 涵件已經是立法會ESC5913、14號文件 昨天發給各位 根據人士編制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第3B 唐獲主席同意 期限過後也可接受因當時身體不適或不在香港的委員加入小組委員會 唐議員已因當時身體不適或不在香港之外的理由 在限期過後才提出參加小組委員會的要求 需向小組委員會提出 只有在議員提出充分理由的情況之下 小組委員會才可以接納這個申請 陳偉業議員 請你解釋你加入本小組委員會的理由 多謝主席 主席大家都知道梁國雄議員 早幾天被法庭裁定要即時監禁四個星期 大家都知道在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在政策取向上 人民力量和社民連是極為接近的 社民連和人民力量在個別的委員會都有些參與 有些就去參與有些我們沒有參與 但基本上在整個立法會來說 在各個事務委員會基本上都有我們三個人 參與不同的事務委員會 譬如我自己就是坐這個公務小組委員會的 梁國雄就坐這個人事編制委員會的 某個程度上在不同的議會都有進步民主派的聲音 或者香港市民被形容激進的聲音 都在不同的事務委員會有這個代表性 所以一聽到梁國雄議員被監禁 而不能夠出席這個事務委員會 人民力量認為我們需要 要找辦法參與這個事務委員會 等到這個進步的民主聲音 就不會因為梁國雄被監禁 而會在這個委員會被消失或者被毀滅 即是被消滅 所以就自信給主席 至於剛才主席所講的那些理由 究竟其他的議員基於什麼理由 不參與這個事務委員會 我記得上個月 另外一個公務小組委員會 其實政府要求撥款 去財委會之前有兩個主要事務委員會 人事編制就是由這裡負責 譬如家委等等 但是公務方面 數以百億計的公務工程 就是要過公務小組委員會 剛剛上個月 剛剛只是上個月而已 那田北俊就基於這個理由 也都不是病的理由 也都不是不是香港的理由 而基於他認為 即是他要參與這個事務委員會 就向這個委員會提出申請 也都在沒有反對情況之下 是被設立 我自己由1991年立法局到現在 我記憶議員 基於個別的理由 並非因為病的理由 或者並非不在港的理由 先後多位人士過去二、三十年來 臨時要參與政策的委員會也好 法案的委員會也好 或者是公務小組委員會 或者人事編制委員會 我記憶是從未被否決過的 OK 那當然今天的政治氣候 特別是這個 中章出了這個白皮書之後 整個香港政治生態出現這個巨變 今天會不會創一個新的紀錄呢 那這個是有待大家決定 那我只是想提出 即是一個議會 對某一種政治的意識形態 某一種的政治的民意代表 是完全消滅的話 是一件很悲哀 也都是一件很無恥的事 我想提醒大家 人民力量和社民聯合起來 是有大約12%的選民支持的 在上次立法會選舉 那就是說 如果大家拒絕 我今天代表這個進步民主派 參與這個議會 你們是消滅了超過10%的市民的聲音 在這個立法會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對民主 一個很大的侮辱 也都是對香港市民 特別支持進步民主聲音的市民來講 也都是一個不可饒恕一個罪行 多謝陳議員 我想你們解釋